中南海大案震惊全球四大佬集中露面 引猜测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孟宏伟 日前突然被中共抓捕 令国际社会格外震惊巧合 的是中共次名退休大佬 此时罕见的 以不同方式密集露面 同样引发舆论 关注这两起事件接连发生 仅仅是时间的巧合 还是有高层权力博弈 引发猜测广告近期 多位已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以不同的方式密集露面 引发舆论关注 如10月15日 中国网络自媒体刊登 中共前常委李瑞环的文章 聚焦这位中共前国家领导人 得为官之道 以及对中共政坛的看法 李瑞环表示 告黑状的人 绝不能见领导班子 10月11日 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荣基 现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顾问委员会 会议画面显示朱荣基身穿西装 脸露笑容 精神不错 10月7日 中共前常委吴邦国 在阻击和肥氏肥东线高调露面 网络上还发布了一张 吴邦国和妻子张瑞珍两人的合影 9月30日晚中共最高减成立的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 公号刊发两篇中共前常委 纪委书记吴关正的文章 谈自己从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位退休后的心态上述老人 露面引发舆论猜测 由于中共现任领导人身份特殊 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对于他们的非官方公开活动官媒谱 便不予报道 因此他们露面通常借助非官方渠道曝光 然而这种有意安排的行踪 往往被外界认为另有政治意涵巧合 的是上述中共老人集中露面 正值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孟宏伟闪电落马之际 但对于元老们露面 是否与孟被抓有关其中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还是另有原因 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外界认为孟宏伟的突然落马 不论对中共内部造成的震动 以及在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注定 非同一般北京当局不惜冒着有损国际形象的政治风险 抓捕孟宏伟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重大隐情 孟宏伟9月底从法国返回中国后失踪 10月7日深夜中纪委官网通报 孟宏伟收受贿赂 涉嫌违法 正接受调查 孟宏伟被调查后 孟希葛瑞斯梦 Grisman不但高调召开记者会 为孟发声他还接连接受美联社 CNN等媒体采访 他更趁自己遭两组人马 所定英媒BBC刊文分析说 孟宏伟失踪后 他的妻子向法国当局求救者 非常罕见他之所以这样做 感觉他已别无选择 此外孟宏伟到底做了什么 惹怒了谁 导致北京不惜在国际社会丢丑 也要将其抓捕 针对这一连串的疑问 外界认为 中共冒险抓捕国际刑警组织 主席意味着中共内部遇到的危机一定是非同一 班有专家对美国之音分析 北京当局不惜冒着损害自身国际形象的风险 抓捕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定是遇到十万火急的事情 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魏京生认为孟宏伟之所以被捕肯定不是因贪腐 孟卷入的应该是突发事件 而且严重程度导致中共不得不紧急处理 如果孟七没出面曝光 恐怕孟宏伟从此销声匿迹经济学者夏燕良说 孟宏伟事件说明中南海肯定发生了十万火急 大事情肯定发生了跟习近平高层有关的 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 官方才必须紧急出手 如果不立即办理 恐怕他直接投靠西方 消息称他参与政变推翻习近平 另有媒体分析 说孟七手中或握有中共核弹及机密 孟宏伟孤身回国前对其处境 已有充分思想准备 孟七的行为 只是按既定方针而行 孟作为一个老公安 在中共江湖会计多年深知中共黑帮政治的凶险和残酷 特别周永康的党女一个 各被抓孟宏伟作为周的亲信 他早已预感到自己的未来 目前法国警方已经被孟的妻儿进行安全保护 当年王立军手里握有骨开来杀人证据 以及薄熙来谋反证据 前往成都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而孟宏伟作为公安部副部长 应该比王立军更加老道 可以说孟与中共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这边是我们的缘子 和我一起用这个团队 上年王立军的故事 给我们立军一顶 一下 上年王立军的故事 和我一步 证据